一个国家军力的强大不仅仅看装备,更要看士兵的综合素质,归根到底就是士兵的作战意志。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士兵没有坚强的作战意志,那么在强大的装备,在先进的作战里面,都是图有虚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90年代的伊拉克,当年伊拉克拥有百万大军,号称中东最强,世界第四的军事强国。 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使用几少的兵力就把表面上看似强大的伊军打得落花流水。 伊拉克失败在原因不在于装备,而是在人员方面,当时的伊拉克武器实力确实是中东最强。 可是很多伊拉克士兵,不愿意为发达姆卖命,在美军的打击下一块千里。 所以,一个国家士兵的作战意志的强弱,直接决定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 曾经有人在网上做过调查,内容就是是世界上那个国家的士兵最不怕死。 很多人认为是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人被誉为战斗民族。 战斗民族吗?战斗力肯定非常强大。 其实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其实战斗民族对于俄罗斯只不过是一种调侃的说法。 因为俄罗斯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表现出莫名其妙的勇气,有时候就像没有长大的孩子。 战斗民族只不过是对于俄罗斯人的彪悍性格中掺杂着幼稚想法的一种概括。 不可以否认,俄罗斯人崇尚武力。 但是好战并不代表短战,也有的人认为是日本士兵最不怕死。 因为日本士兵有武士道精神,别傻了。 在二战时期,美国占领日本之日起,就禁止日本继续推行武士道精神了。 美国在日本几十年的和平洗脑,让日本人非常害怕战争。 据统计,在一份是否愿意为国而战调查中,如果国家卷入战争,日本只有11%的人愿意为国而战。 在调查的64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 这个调查结果有力的说明,日本已经被美国洗脑成功。 害怕战争哪有勇气上战场啊? 日本不是,那么美国士兵总该是世界最不怕死的,因为他打败过日本,打败过德国。 如果有点军事尝试的人,应该知道,美国那依靠的不是意志,是先进武器。 而在这里强调的是,美国士兵虽然作战意志也很坚强,但依然不是世界最强大。 要说世界上哪个国家的士兵最不怕死。 当属我们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很多人可能不认可,觉得是再次吹着雷。 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红军曾经创造过多少积极相比大家都不陌生。 长征,反围剿,反扫荡在前期如此恶劣的快境中,在武器装备如此落后的情况下,硬是生存了下来。 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靠的是什么?还不是不怕死的精神。 建国之后,解放军参与的极常为国战争、朝鲜战争、对印战争、对越战争一例外的都取得了胜利。 这都表明解放军的作战意志是世界最强的。 进入新时代,也有人担心解放军会丢失顽强的作战意志。 其实这个不用担心,解放军的作战意志不但没有丢失,而是更加完善。 而且随着新时代的发展,解放军再也不是以前内阁装备落后的军队的。 航母、隐形战机和潜艇、中型坦克都已经成为解放军的王牌武器。 有资料表明中国的武器装备实力可以排泄世界前三名。 顽强的作战意志,再加上先进的作战装备。 中国这头血性的雄狮,开始在世界舞台施展自己的魅力。 可以这么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哪个国家再敢侵犯中国。